貪污的案件 那個判決書裡面有 只要是共犯有認罪的 無一倖免 所有公職都判有罪 最高檢察署在去年的這個統計數據 有關貪污案件 起訴定罪率百分之百 什麼意思 起訴之後法院全面買單 貪污百分之百 所以你說高宏安在這個案子 幾乎沒有空間是無罪 百分之百定罪的可能性非常高 尤其到昨天檢察官由備而來 那都做好了 怎麼樣炸零立法院 高宏安的律師看清楚了 三個主任都認罪 三個主任都要求其緩刑 檢察官有備而來那個截圖 高辦行動 行政部的這個對話群組 包括這個101特工隊 他們裡面那種賴對話群組的截圖 都當作罪證 這個罪證都是來輔助說 今天炸領助理費 是來自於老闆的要求 老闆就是高宏安 在這種案件裡 我認為高宏安有罪的機率百分之百 貪污案 認罪組的三個前主任 已經出庭全招了 小兔他針對這個 這個檢方的這個證詞裡面 有一個部分他說要調的 他說的他不是跟人家共謀 他沒有辦法跟高宏安共謀 他只是員工 一切都是高宏安決定的 小兔人類猩猩猩應該是說好 事情都要撒給我 我把你撒回去 我穿困擋就要撒給你 高宏安決定的 那麼他的律師說 黃慧文的雇主是有頭有臉的立委 所以只能聽從 另外陳煥宇他說了 他越領七萬多 他就認罪了 坦承犯罪 再來看一下這個錢玉凱 身為勞工只能配合雇主的要求 及決定 所以接下來重點攻防在哪裡 應該這樣說 其實公衛文後面的開庭 他是不認罪組 法官先第一次準備程序 把認罪組傳來鞏固證詞 這是正確的 就是說三個助理 應該三個主任都認罪 那三個主任指示都說 其實也很合很合邏輯 是誰可以做這個決定 叫你把加班費 把助理薪資報多繳上來 不是這三個主任可以決定的 而是委員決定 所以鞏固了這樣的一個證詞 接下來公衛文在下一次的準備程序要去 但是他其實是 他的證詞如何不影響高宏安 為什麼 公衛文他就算他幫硬挺高宏安到底 他影響也是個人行動 也就是說他的認知上面 他如果說我是自願上繳 繼續講這樣的話 去挺高宏安 高宏安的貪污罪 這三 現在三個認罪的人 他是求緩刑 因為他們偵查中 已經自白過一次 那個照貪污自罪條例 偵查中的自白可以減刑一次 再來是法院的第一次準備程序 他也認罪 犯後態度良好 在依刑法的規定 可以再減第二次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獲得緩刑的 那公衛文的下一次開庭 哪怕他改成認罪 他可能都沒有緩刑的空間 他只能減輕 他要選擇的是說 我今天要減輕我的刑度 或者是我要跟高宏安判一樣重 那跟高宏安判一樣重 其實貪污自罪條例 就是七年以上的犯罪 不會一樣重吧 他有沒有享受到這些公基金 他沒有拿到這個好處 但是因為他在這裡面 一樣是沒有回憶的 沒有回憶助理跟委員共犯 一個貪污罪 他會在法律的 他就是漁中啊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他的刑度都是七年以上 一個就是我就員工嘛 我只能聽從 我沒有跟他謀意 這是他的說法 另一方面 陳煥宇就有意思了 陳煥宇說 薪資加班費是黃慧雲處理的 小兔主任處理的 我從來沒有主動申報過薪水 從來沒有在申報表上簽字 申報繳回流程 也不是主導地位 所以他是被動的知悉接受 反正他就認了 我沒有簽過名的 事情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的 那麼這個律 來看看陳煥凱 陳煥凱蠻好笑的 他律師說 他叫做寄人籬下的助理 他也只能配合 然後結果我們抓出了 去年11月 陳煥宇 他說他都沒有簽名 對不對 結果助理工作紀錄上 有簽名 但是 被發現說一模一樣 把這兩個簽名疊起來 這個相似度是百分之百 用Photoshop來對比 這又是怎麼回事 這樣子 其實他後面就會可能產生案外案 是有沒有能偽造他的簽名 那這個可能是另外 就不會在本案裡面進行去評價 因為他講說我沒有簽名 他意思是說 我在這裡面角色 陳煥宇的角色是 我沒有積極去詐領 這個國庫 這個助理費或加班費 我都沒有積極去詐領 但是他認罪 他前提是說 對於你檢察官指控 我在這裡面是共犯 共同去貪污這個助理費用 我都認罪 只是有一個細節的部分 他認為不是他簽名 差異在這裡 可是這個案子應該這樣子講 大方向上面這三個證人的證詞 已經鞏固到說 就是委員指示 那在常理上面 也只有老闆才會指示做這件事情 鞏固完之後 其實 剛才特別講到說 公衛文他到底後面的開庭 會不會認罪 他的差異在於說 如果認罪 他有可能減半 減一半 所以犯後態度良好認罪 他有可能可以變成三年多 就因為這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但他如果沒有認罪 他應該就是跟本刑 就等於是祖賢 高宏安是一樣重 你說他第一波 沒有認罪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緩刑的空間了 對 原則上是這樣 除非他有特殊的情況 有一些案例是 他有家庭因素或其他的 他特別有取得法官 願意給他有另外的緩刑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面對法官 他如果認罪 有沒有機會拼緩刑 比較低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異 我要這樣講說 貪污制罪條例的設計 他為什麼在偵查中 就是說還沒有起訴之前 你先認罪 然後先把相關的供詞講清楚 他給他這樣的優惠 是因為貪污這種案件 他很重視證人的證詞 因為很多貪污都是兩個講好 我們怎樣 這個錢怎麼分配 兩個講好 所以他很重人的證詞 所以他在法律的設計上面 才會說 如果你在裡面就偵查中 你就先自白犯罪 你就先認罪 我就先給你解釋一次 後面到法院去 你繼續再認罪 像昨天這個三個 三個主任在法庭上 再次認罪 確認說 我這個有悔意 照刑法的規定 犯後有悔意 可以再減 所以減兩次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減一次是三年半 再減一次 兩年以下才能緩刑 所以如果公衛 我們只減一次 三年多是不能給緩刑的 好 冠年有掌握到訊息了嗎 所以現在是不是 他會有所動搖 他證詞會改變 會不會 就像律師說的 他現在說的事情已經跟高宏安完全無關 他是跟自己的被判刑的刑度有關係 我們知道他已經叫做人期了 而且他在高宏安辦公室是這幾個人裡面任職最短的 有沒有看到去 我們透過對話紀錄 還有薪資表 他去年是他二零二零年是任職 只到八月 二月到八月 甚至不到半年的時間 所以他等於說在高宏安的辦公室 其實非常不愉快 而且每個月都要繳交公 公基金 加班費也要繳 那工作loading非常非常大 他做到八月 他九月還在被申請薪資跟加班 而且全部繳回 還要再跑一趟立法院幫忙 我自己對這些助理們 有所同情的 去年十二月 他王玉文被傳喚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高宏安去助理家按電鈴 然後去打電話去 然後甚至這些助理沒有受到騷擾 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懷疑 其實水母他的證詞 其實是有多重壓力下 他講出這些東西 而且他沒有辦法認知很清楚 是說他到底是不是自願的 所以有時候老闆只是 我覺得好像是自願 可是又不是 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有彩量空間的 所以我覺得十月二號 水母王玉文要做的事情 就是自投自偽把所有事情說出來 包括二月你進去的時候 是誰叫你這個報刑職的 你到底有沒有簽名 然後你是主動的報 還是被動的報 你是主動的捐 還是被動的捐 我認為把這些事情說清楚 法官會有一個綜合的材料 那我要這樣講是說這個案子為什麼這三個助理的認罪會嚴重影響到 公衛文講什麼不重要 他只影響個人行動 是因為你從近十年 我們去整理近十年有關貪污的案件 那個判決書裡面有只要是共犯有認罪的無一信免 所有公職都判有罪 只要有共犯認罪的無一信免 這十年 那最高檢察署在去年的這個統計數據 有關貪污案件 起訴定罪率百分之百 什麼意思 起訴之後法院全面買單 貪污百分之百 所以你說高宏安在這個案子裡面 共 其他案子我們在評估 有的案子是只有一個一個人認罪 整個全部拖下去 這個是三個主任認罪 高宏安他不是在這個案子 幾乎沒有空間是無罪 百分之百定罪的可能性非常高 尤其到昨天檢察官有備而來 那裡面那個連圖都做好了 怎麼樣炸零立法院 怎麼樣跟助理之間 那是公訴組檢察官 三個檢察官立庭的認真 這個辦案這種辦案的壓力 我要這樣講 我們做律師的 如果我們公訴檢察官來三個 開庭的時候把那個說 我們做Powpoint 做出來跟法官 給法官看 那律師壓力多大 還好昨天這一組是全面認罪組 不用不用不用擔心說 高宏安的律師看清楚了 國民黨的這個前議長 這個曾麗燕 昨天才判 剛好同一天 昨天才判 他眾判十二年 為什麼 他裡面一樣抗辯說 這都是助理自願回捐 有沒有一模一樣的說詞 助理自願回捐 法院認為什麼 你這犯後毫無回憶 你就是詐領助理費 你還說助理自願回捐 眾判十二年 什麼意思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判到十二年也是剛好而已 眾判十二年 這個案子給高宏安看 看清楚了 你的案子裡面助理 而且我剛才講的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高雄市議長 曾麗燕 他的助理也認罪 所以他助理是要獲得緩刑 這個案子一樣 他的三個主任都認罪 三個主任都要求其緩刑 檢察官有備而來 連那個圖都做好了 裡面還有什麼 那個截圖高辦行政部的這個對話群組 包括這個101特工隊 他們裡面那種賴對話群組的截圖 都當作罪證 這個罪證都是來輔助說今天炸領助理費 是來自於老闆的要求 老闆就是高宏安 在這種案件裡面有罪 我認為高宏安有罪的機率百分之百 好我們看到檢方有備而來 足足十分鐘的powerpoint 畫出三角寬膝犯罪圖 而且舉證立立 包括媒體報導等等各個證詞 將軍再加上你看看這個國民黨 高雄前議長曾麗燕 榨領了一千三百三十萬 也是助理費被重判十二年 所以難怪是不是高宏安 讓每天當成最後一天過 是其來有志